嗨 大家好 其實這場這個主題我在今年的RubyConf已經分享過 可能等一下連梗都一樣 所以我看有些人有參加過那一場 那就麻煩不要破我梗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開拓者們建立鐵道的辛酸血類史 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 第一個當然是分享一些經驗 然後再來是想說 看有沒有辦法得到這邊參與者的一些回饋這樣子 那當然是想要交一點朋友啦 一方面來這個開源社群的一個活動 那絕對不是為了免費的這個研討會的門票這樣 我叫林文權 這是我的Twitter account 我大概是2015年開始擔任全職的Ruby工程師 開始之前想要小小的調查一下 就是各位有寫過Ruby 然後Ruby經驗大概是多少 可以 譬如說一到一年以下的 OK沒有一年以下 好一到三年 謝謝 三年以上 好謝謝 那Rails呢一年以下的 謝謝 一到三年 一到三年 三年以上 有聽過 FoneObject 或是ServiceObject 這種 OK謝謝 那在今天演講之前有聽過這個Trail Blaser 可以舉個手嗎 兩位三位 謝謝 好 好 那Trail Blaser其實簡單的講它是一個GEM 然後它是基於Rails的系統之上 它想要做一個抽象程序去包裝我們系統裡面的一些商業邏輯 那這邊開始我會用一個簡單的Rails MVC架構 Control裡面它的一個Action 譬如說我們想要做一個CRUD當中的一個Create的動作 那這裡的例子是一首 如果你想要Create一首歌 那你會接受一些Parents是關於這個歌的屬性 那接下來你就會把它譬如說Safe到Database 如果成功的話你就會把它導到一個頁面 那如果失敗的話你可能會 可以重新讓User在那個頁面上去檢查說它發生什麼問題 是不是它輸入了一些參數有問題 或是一些屬性有問題 那這個是典型的Rails的其中一個Create Action 那一旦應用一個Trail Blaser 畫面我可能都會簡稱TRB 那它的Control可能就會長得像現在這個樣子 它引進了一個概念叫做Operation 那Operation裡面就是封裝你那些系統裡面所需要的一些商業邏輯 包含驗證啊或是一些儲存的操作等等的 OK 那典型的Rails是MVC架構 所以它的Model裡面就會放一些 這個Model需要檢查的一些規則 那它也會有一些Callback 譬如說你在Save之後要做什麼 通知作者等等 那在TRB這邊呢它其實Model裡面 我們就叫它儲存層 這一層裡面已經不會有那些Validation的東西 驗證的東西 它是把它抽到所謂的Operation裡面 那接下來就看一個典型的TRB的Operation會長什麼樣子 剛才如果各位還記得我們就是在Control裡面去呼叫這個送Create這個Operation 那它這裡很清楚就是每一個步驟它會做什麼事情 首先它可能把這個流程當中需要的Model先把它Build出來 OK 這是第一步 那再來就是它可能會做一些基本的檢查 你這個登錄的使用者是不是符合這個規則 或是你驗證過可以去做這樣的操作 那這三步驟其實是把你背後所需要做驗證的一個 驗證的一個Object產生出來 那你就用這個規則去做你這個流程的驗證 接下來就是它這邊如果你上面幾個步驟有失敗了 那我要做什麼樣的Aerror handling的處理 最後呢它完成驗證之後它可能就會去除了save到database之外 它也會做一些像是Model裡面callback的行為 比如說它通知user或是更新一些歌曲的數量等等的 那右邊看到那個reform其實是現在就是如果你用TRB的話 它會給你的一個reform object 那裡面就是把這些你所需要的一些驗證都放在裡面 所以剛才在整個Controller裡面的整個過程 可以稍微用這張圖來做解釋 那在應用TRB的情況下 你的Controller收到Request之後 就把相關的參數傳入到Operation裡面 那你就在裡面處理相關商業邏輯的Validation、Resistance或是Callback等等 那這樣一個一個的Operation呢 其實它會被分類到一個Concept Folder裡面 右手邊看到的是如果你在Trilbracer裡面應用TRB的時候 它會幫你新增一個Concept的一個Folder 那你相關的那些Operation都會放在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命名可能會根據你的商業邏輯來命名 那譬如說這邊可以看到Elm跟Song 那底下它會有一些它使用的一些技術層面的東西 譬如說Controller或是Operation或是View等等的 那TRB就是用這樣的實作在Trilbracer上面 在Rails上面再疊一層商業邏輯的處理 作者他其實在他的網站 就是那個GEM的網站說 他是一個其實他是利用Rails做商業實踐系統 他最後一塊平圖 好那為什麼我們要使用TRB呢 如果有使用過Rails的人他都會知道 Rails其實是一個可以很快速就建構網站系統的一個技術的解決方案 它在初期的開發效率其實是滿驚人的 它很快就可以有一個網站就是上線營運 它周遭的一些生態圈使用工具它已經相當完整 所以他可以很快的幫我們實現各式各樣的商業需求 但是如果你的Rails專案再發展個兩三年之後 你系統如果你商業邏輯成功了 你的公司營運好了 你的邏輯一定會越來越複雜 那你的call base也會越來越大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你還要維持一定的開發速率 去面對這些不斷改變的商業邏輯 其實是一件相當辛苦的事情 我們團隊其實就面對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接下來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導入這個TRB的經驗 那前面都是一些剛才TRB的一些技術的一些介紹 接下來就稍微講一下我們公司的一些小故事吧 我們團隊其實是開發一個營運那個信託計畫的系統 所以它有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對外部使用者開放的一個線上申請的系統 可能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買過保險 那你在買保險的時候其實要填非常大量的一個保單 那我們是香港公司 然後我們有我們信託計畫的申請 其實也需要填各式各樣的資料 比如說你的個人資料 然後你的你賺多少錢 一年賺多少錢 那你每年花多少錢 類似這些東西 比如說財務分析表 然後你的 或是你要買我們信託 你要用什麼方式公款 公款的方式 或是你有沒有選定什麼理財顧問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樣的一個申請系統 你用Rails來實作 你可能就會開始建一大堆的model 然後你那些valetation都放在那些model裡面 那你的association也會非常複雜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這樣做 然後過了一年多其實商品銷售還在順利 所以我們算是有成功的商業邏輯這樣子 但是久了之後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你會開始根據不同的一些流程需求 你有一些不同的valetation或callback的處理 那這時候你就會開始加一些判斷的condition在你的model裡面 你就會想像裡面就會開始很多東西啊 什麼時候要跑valetation什麼時候不要跑 那系統到複雜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只要想要safe一個model 你其實會很常有機會你會trigger一些意外的 你不想要做的驗證或是一些callback 這些東西其實比如說你想要改一個email 它就去驗證你的公款方式等等的 那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在你商業邏輯的需求不斷壓力來的時候 然後你要去面對這些意外的valetation 其實你就會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要做這些改善 OK 就是剛才我提到的幾個步驟 所以最後其實我們就開始研究說市面上有哪些解決方案 那我們後來找到了trailblazer這個東西 我們看起來它其實是還蠻符合我們的scenario 那它其實也有做一些初步的跟rails的一些整合 is8n也好或是valetation也好 那再來第三點它其實 那時候我們看起來其實是有蠻可靠的一些線上的文件 它作者也出了一本書長這樣子 OK 再來是考慮這個 我們其實可以逐步去應用它 因為trailblazerTRP其實它是一個大的框架 它底下有剛才我講的那些component 甚至有不管是驗證層面的或是你在處理view層面的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逐步的去應用 你不一定要一次到位去做這個事情 考量我們系統其實是一個legacy core base 所以我們不希望一次過把所有東西都轉過去 那再來介紹一下我們整個團隊在應用這個TRB的整個時間表 我們是在2016年的Q3開始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過了兩季其實我們只有產生三個operations 所以有點慚愧 但是後來在一季的時間我們把主要我們商業邏輯的一些concept都買歸過去 主要兩個就是關於基金交易跟扣款的部分 那最後我們開始也到Q4之後我們開始發展一些屬於我們自己 團隊或公司獨有的一些operations 比如說email message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有聽過Rails上面有一個叫做 action mailer 那它是幫你處理email的東西 但是你其實很多時候你會需要因應你團隊或是你公司的一些需求 比如說我們團隊就會在上面再疊一層 比如說我要處理一些附件 然後或是處理一些sidekick job這些東西 那我都是通過這個方式把它包裝在一個concept裡面去處理 甚至是UI的我們也可以把它包在裡面 那最後一個就是最後一個里程碑 其實算是去年的Q2的時候 我們把剛才我講那個很龐大的那個申請流程的線上 申請流程的表單整個轉到這個TRB上面去 所以現在我們暫時的應用成果就是 可以看到右手邊是我們現在實際上專案的folder 那它裡面應該有700多個class 然後50幾個concept 其實現在還在持續增加中 裡面有不管是business 或是一些utility的 或是一些甚至data patching的 我們也把它寫成operation來做 那這中間我們遇到了哪些困難呢? 我想要分享一下 簡單歸納成三類 第一個部分可能是我們在應用folder 就是TRB本身時候遇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還有一些跟rails validation上面的一些差異 最後一個是跟團隊專案的一些整合方面的障礙 那首先稍微講一下就是 call state部分 call state部分是什麼 其實從一個TRB的operation被呼叫到建立起來 會經過這一連串的流程 那當然作者它會其實 你可以看到右手邊這邊 它其實建立一個operation到整個wrong wrong就是去invoke它去呼叫它 中間有這些method 作者會建議說 你什麼情況下你要去override這些method 實際應用的時候 其實會常常限制我們的實作 然後也複雜化我們的實作 而且你常常需要針對個案去做設定 這個在導入的處理其實是相當難去掌握 而且增加我們開發上的負擔 那再來就是TRB跟rails整合的時候 它在control裡面也提供了一些DSL 那每個處理都不盡相同 像present啊只會在建立operation 不會執行 啊form可能是建立operation裡面的form 類似這些東西 其實光是在導入的初期 我們要建立我們團隊一些共識跟認知 已經不太容易 那你就會還要去應付這些技術細節 你很容易就迷失 你再來就是導入一個技術框架 那現在那時候的文件對我現在我還ok啊 對於當初剛接觸TRB不久 或是剛接觸rules不久的成員 其實看起來是蠻吃力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去看它的線上的文件 所以你隨著導入的進行 你會遇到一些奇怪的行為 然後文件沒有錯用法的時候 你就要去追sauce code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追sauce code的經驗 你就會有點痛苦 那因為作者他其實拆分了很多的games 所以你以為的一些處理啊或是API 在某個地方 但實際上他可能是其他地方 例如operation啊 contract啊都有叫做validate的這個method 可能作者他當初都有他分拆的理由 所以但是我覺得框架發展到這個程度 如果你有些處理先做合併 然後其實會比較容易看 那你有時候其實在trace code的過程 你有看到作者留下的一些評論 就是發他之後可能會搬走啊或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 open source常常會遇到的一個困境 OK 所以我們也體諒這個作者的辛勞 再來第二個部分想要講一下 Wales跟TRB本身的一些差異 比如說get set的差異 這邊想要說明一下 在Rales裡面你想要取得現在 rack上面的attribute 你很直覺你可能會就call attributes 但是在reform reform就是剛才我提到那個trb的 他是取代active model的一個reform object 他就會叫做to nasty hash這個東西 那在 在Rales上面如果你想要改 現在rack上面的attributes 你會用assign attributes 那在reform就是destererize 這些文件上其實都沒有寫 但是因為我們系統 團隊裡面想要做這樣的應用 所以我們就是在導入的時候 去把它找出來去把它用 有時候要迎合legacy code base的需求 才會去用這些mass 然後再來講另外一個也是跟Rales不太一樣的概念 他叫做pre-populate 左手邊這邊圖就是你在Rales的世界裡面 你常常需要操作form 那其實就是操作對應的那個model 是接著同一個 但是在trb或者reform的世界裡 他處理的是form object 背後還是需要一個儲存層 當作它的一個model 那如果你是用Rales的話 你就會是active rec model 那你在reform做完validation之後 你就可以利用它的一些sync 或save的邏輯 把驗證完的那些參數 直接存到model裡面 就像這個流程一樣 這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在model裡面 你可能會有很多首歌 那送就是每一首歌都屬於一個專輯 那reform 在reform裡面就會這樣寫 你的reform是一個專輯的form 那底下會有一個collection是歌曲 那你丟進來的參數可能長得像是這個樣子 ok 那他就會根據 在reform裡面 他就會根據你這個參數 長的結構去產生你背後需要的model 那其實這個動作就叫做 populate 在reform裡面你可能根本不需要有這個概念 因為從頭到尾 驗證跟存取 參數都是同一個model 那這個其實也 對我們就是剛接觸trb 或是即便是接觸reform 一段時間的人 在理解這個概念上 有時候還是會卡卡的 好 那還有其他一些小小的東西 比如說iS8的scope我們也處理過一些 然後simpleform form formbuilder 還有trb loader的整合等等 都有產生一些 都有在過程中遇到一些小小的障礙 那第三個部分想要講解一下就是 實際上我們團隊在應用trb的時候 會遇到面臨最大的困難 可能就是你要怎麼去整理你現在codebase的架構 目前大家看到這張圖 其實是我們系統裡面 某一個真實的一個update的action 那 乍看之下你其實會覺得它處理很多東西 其實 如果你從trb的角度來出發 你就會開始去想說它到底有哪些商業邏輯的流程 所以 觀察之下其實它是有safe跟complete 主要有兩個流程 那應用trb的狀況下 我們就會開始去拆分說 兩個operation 一個是for safe 一個是for complete 那你的control了其實就會精簡成 Sorry 不好意思再看一次動畫啦 那你就只有精簡成一個dealing的safe 那它就根據這個回傳的結果 是成功或是失敗 你就去做對應的一些處理 在control裡面 那 其實這些過程就是一些成本 然後也是我們需要克服的一些障礙 也是我們的日常 講完了一些困難跟障礙 我們到底從trb得到了什麼 是伴隨有一些成本的 比如說你真的是要學習另外一個框架或是DSL 那跟reals的整合 我們在實際的體驗上還是差了那麼一點點 不是真的可以無縫接軌 尤其在validation或i-spin的部分 那文件的話是有一些遺漏 有時候你可能要去追一下source code 在debug上面其實會比較困難 因為你可能在end to end的時候 你從點到點之間 你可能還要考慮trb的因素進來 接下來講好處 首先它其實是比較好做測試 因為對於一個trb的operation而言 你只要提供相對應的參數 那你不管是你在reals console裡面手動去呼叫 給它對應的參數去測 或是你寫自動化測試 那它大部分其實已經可以取代掉 我覺得算是control test大部分的流程 那再來你們可能會應用之後 你們可能開始會有商業邏輯去想一些事情 比如說之前都是從reals control的角度出發 那你現在可能是會從一個operation或是concept的角度去出發 比如說我想要產生一張專輯 它中間到底需要哪些流程 那你可能會把這些操作 用一個operation包起來 給它一個名稱 給它一個命名 那我在很多地方都可以重複使用這個概念 不一定是control的 也有可能是你其他地方 或是你API的地方等等 那你的維護 商業邏輯因為拆開 維護也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現在會說修改 或是新增某些商業邏輯 已經不太會講說 你要修改什麼control action 而concept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代表性的folder 雖然說它只是在 好像是在你的專案裡面多加了一層小小分類上的convention 但是它其實會逼迫你去找到更接近商業邏輯實作的一些技術解法 再來就是 你也會得到一些維護的好處 就是譬如說你 把那些validation或copy的東西 慢慢從你的rails model裡面去拿走 那你其實就是相對來講 減少你對rails的依賴 那你就可以更好的去做 你一些rails或是相關dependency的升級 也比較有彈性去抽換你背後的一些 你驗證到底要用什麼gen來做 其實或是你的儲存層要儲存什麼樣的 變成什麼樣的格式 都是可以很有彈性去運用 那你商業邏輯的部分 你就交給 trp operation去處理 那你web相關的一些處理 你就可以還是請wells幫你做 那除了以上這些 其實在導入這樣的一個框架 你整個過程中你一定會發生 不斷的發生討論 你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僵持不下的場面 比如說有時候你會覺得 原本提供的API實在不太好用 或是你想要skip掉原本一些特定的處理 這些東西我們就會開始團隊裡面 就會去討論 或是我們要不要自己寫一個 或是弄一個convention 然後之後也去看說這個convention是不是好 然後去討論去改進 所以過程中你就可以讓團隊去培養一些回應改變的能力 那建立起適合團隊的一些慣例 或是一些讓你整個call base的處理更加一致 所以convention的好處其實也是reels自己本身不斷強調 他不是說什麼convention over configuration 所以我們就透過導入框架的過程 也慢慢得到這些團隊裡面一些好的開發慣例 那從城市開發的角度去採了這些雷 然後團隊辛辛苦苦得到這些好處 那有了這些技術層面的改善 其實現在接下來有一點時間想要跟大家分享三個算是tips吧 就是如果你以後有機會或是我們有機會再導入一個新的技術框架 有些事情我是覺得哪些事情我是個人覺得不可或缺的 或是有蠻大的幫助 就首先這個好像聽起來是廢話 你一定要設定目標嘛 但是你在初期的時候就最好設定一些早期的目標 就是你才能去檢視說你到底有沒有達成 或是現在進入到哪裡 也幫助團隊去做一些目標的alignment 就是我們現在其實一技之後要達到什麼 然後一個月之後你就慢慢這樣回推回來 所以你在具體的目標在導入的初中期是非常重要的 你一步一步去推進你才有辦法確認這個導入有沒有成功 所以你要盡早去確認這個可行性然後決定下一步 再來第二個就是你要怎麼讓這個導入可以持續發生 比如說我們到現在已經兩三年的時間 可以讓它持續發生而且隨著時間繼續推進 其實training跟team support是蠻重要的一環 我們在導入TRB的時候我們只有五個成員現在是十一個 那我們現在其實不定期得會舉辦一些小小的討論會 很隨機的主題可能是解決一個問題或是一個始作 我們成員之間也會做一些bill programming 那code review 我們是一定會做 所以就透過這些交流討論跟一些工程實踐 去檢視個別成員的一些認知或理解 同一時間也把你們自己團隊裡面的code base 弄好 造福後人因為那後人可能就是你自己 如果等到你的整個團隊認知都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互相支援 那導入才可以持續下去而且深化推進 那所有的改變都需要人來推動 其實我覺得只要你有意願的話 你都可以去努力扮演一個傳道者的角色 那這邊分享一個技術導入生命週期圖表的一個圖 那導入新技術的框架本來就是會有人走得快 有人走得慢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基於信任的情況下 請那個團隊成員去實做 比如說他在哪一個方面比較有一些見解 自己的見解 那他可能會先去做 那去做完之後再回來跟我們其他成員討論 然後做一些調整等等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去嘗試做個步道者 因為有時候你是開始弄你才會覺得有趣 那你開始產生一些認同感 所以我覺得就開始 然後你可能一開始是守的過程 守破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你一開始是跟隨 後來你開始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改變 那再來就是 你可能已經超脫到一個境界 你就會什麼 見三還是三的感覺 好 那 有時候他 這個TRB 其實雖然說他是一套工具 但是他其實也是一個思維 那最常用 用來做比例 就是譬如說你手上都是拿鐵錘 所以在你眼中所有的問題都是釘子 那比起實際的技術解決方案 你其實更在乎的是 那一套工具背後 想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再來是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思路跟設計裡面 是不是符合你們團隊實際的需求 如果你有認真稍微在團隊裡面 或是自己所處的環境推動一件事情 你在那個過程中一定會得到一些回饋啊 然後每個團隊每個人 我相信找到答案都不太一樣 OK 透過這個流程你也可以升級你的認知啊 好 最後就是一些小小的一些建議吧 TRB其實非常適合這些商業邏輯複雜的專案 所以不管是像我們團隊在應用的 在維護的這種 in-house system 或是一些需要使用大量表單的應用程式 或是剛起步的專案 讓TRB的特長 它有一個 它有三個特長嘛 第一個就是它有一個concept folder 的convention 再來就是透過它operation的流程組織 最後它的一個 驗證的一個layer 可以幫助你把那些 在model裡面不想面對的validation 然後你就慢慢的循序漸進 然後不離不棄 那最後你可能就會得到救贖 OK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然後謝謝我們團隊的成員 雖然我們團隊成員也沒有半個來 OK 然後如果你們在Rules開發上 或是其他專案上也是遇到類似的困境 我覺得可以嘗試看看這個framework 就是這個框架 這個gem 或是你們其實有些人已經有一些解決方案 我也蠻想知道 所以會後的話可以交流一下 OK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 好我們謝謝就是林文泉為我們帶來精彩的分享 然後針對剛剛導入TRV經驗的分享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當你使用TRV的這些 就是時間當中 你有發現TRV有什麼缺點嗎 就是使用起來會不太方便的地方 呃 初期的話真的是那些 他自己在做著他建立的一些 convention啊 或是一些他用的一些技術解決方案 譬如說他的一些API 他背後到底做什麼事情 雖然說你文件上有寫 但是有時候又好像不是他講的樣子 那你就要去修正這個落差 那你在debug就會蠻難去用的 那再來是 第二個就是他的文件 現在比較好 之前其實是蠻難去看的 蠻難去 譬如說他有一個API你想要用 但是你又不確定怎麼用的時候 通常你會查他的文件 但是你又查不到他說 他可能是很典型的例子啊 可能也是我們自己的應用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你沒辦法完全套用進去 那你這時候要去想這些東西 這些算是一個成本 但是又不太像是TRB的缺點 可能是一些你要付的學費吧 我覺得是 這樣也回答到你的問題 對 謝謝謝謝 謝謝 那還有其他人有問題 嗨 請問一下TRB能不能只用一部分工具 比如說只用FoneObject就好 喔 對對對 這個是蠻長我去分享的時候 大家都會問我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自己有準備QAR 其中一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可不可以只用 ServiceObject或是FoneObject 其實ServiceObject 或是你剛才提的FoneObject 它就是改善CodeBase的一個Pattern 那它就是簡單來說 它其實TRB就是整合這些Pattern的一個框架 所以你剛才問的那個問題 我可不可以只用部分的 譬如說FoneObject的東西 其實我是覺得可以 譬如說在導入TRB之前 我們團隊也是先適用了 你講的那個FoneObject 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案 我們甚至也自己 不用Fone 就是它 它的解決方案是Reform 我們就自己 用那個Include 那個ActiveModel 那你就可以去做那些 類似FoneObject的操作 所以是有的 然後你也可以部分去引用 那你透過這個過程 你是感受一下這些Pattern的使用 到底是不是OK啊 對於你的Codebase是不是有改善 另一方面 你了解這些Pattern到底想要幹什麼 那日後是不是真的比較好維護 如果你覺得OK的話 你就往那個方向去 但是你往那個方向去的時候 你會常常需要建立一些團隊的Convention 譬如說我覺得好 我是團隊裡面比較資深的 那我開始要建立推入一些像這樣好的一些技術解決方案 那我就可能會依賴TRB現成的一些方案幫我去整合這些東西 對 不曉得有沒有回到你的問題 好 謝謝 那還有問題嗎 好 那我還有自己準備一個問答 就是 你要怎麼去幫助新的成員去應用這些 譬如說不管是TRB 或是你們可能團隊裡面有一些技術框架 那 相信大家如果有維護過一些商業應用的一些Legacy Codebase的經驗 就會知道其實你永遠都會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那再來是 因為新進的成員其實即便是訓練 我們也希望他最後的產出是對團隊有帶來貢獻的 所以我們其實有試過 主要有試過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就是請成員用TRB去rewrite 就是改寫我們現在Codebase裡面的某一個流程 那最後的成果它是什麼 可能它不是很緊急的一些商業需求 但是它對於我們Codebase的改善是有幫助的 同一時間也可以讓成員練習到這些工具 那第二個我們有嘗試過就是 直接請新進來的人他就用這個TRB的東西去始作新的需求 那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方式 但是它有一些成本 譬如說 你的商業邏輯 就是 你答應User的功能 那你又用新的工具去做 然後那個成員又是剛進來的 就是會有一些衝突或是一些壓力在 有些人可以適應這個壓力 有些人不行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通常會傾向第一個 那這中間過程中 不是把成員丟到那邊就不管 我們是不是每天定期會可能 或是一兩天會跟他講說 你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需不需要引導啊 然後我們這些資深的成員就會 確認他理解怎麼樣OK O不OK之類的 OK 如果當然這邊有一些 人有一些幫助新成員的一些心得 我會後也可以跟各位請教一下 這樣子 好 只是我自己準備的問答 好 那我們 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謝謝就是林文泉 帶來精采的演講 好 謝謝 謝謝Ruby社群